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一轩死得太早了 叶欣家队上了热心肠呀 罢了 诸位 是时候出关了 盈阳府接持 开门 起 起 起 都藏在桥里不可轻易八出 一旦出枪 竟要直指殿后 此番禁军乃是大随重新打斗西域的第一步 黑马在此中各位僵士为真死医 挑拨五大家族自相残杀 兵不血刃 坐手于力 裴老弟这手段倒是高明 不过 垂涎这片无主之地的恐怕不止我们 贸然行无名之事 届时被西土爵和土余魂借体发挥 两面夹击 怕是会让陛下龙颜不悦 裴老弟 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你问大将军请放心 此次出关 两大韩国绝不敢轻举妄斗 因为我军并非师出无名 贺一轩若是还活着 那我们派兵俯治方国 自然师出有名 可现在五大家最后的命脉也已经断绝 只为了保护你的好侄儿 还能有什么名分 不 我手里还藏着一颗棋子 可汗 我们的可汗死了 我们的家族都完了 不 血脉还没有断绝 对 你们看 我们还有阿英雅小姐 对 阿英雅不是我们的可汗 阿英雅小姐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 她为我们除掉了假可汗 惊醒我们回归正道 她是应有的少女 苛烊汗 可汗 莫雅小姐 斯士 欣赏 素顼 莫雅小姐 卡卡凌 百元 和百 Morgan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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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我爷爷在被阿玉亚燃烧 他就是光明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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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玉亚小姐 这些是和爷家族的残党余孽 我们已经砍掉了他们的双臂 挖掉了他们的眼睛 我们被奸人迷惑 错怪了您 我们对不起您 我们对不起冒家 我们任凭您诚挚 请您成为我们的手里 请您带领我们重建吉士吧 他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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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z了 之前是我阿塌 后来是和一玄 现在又变成了我 是 滚 都给我滚 阿玉雅小姐 我们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你们这些屈颜覆尺的豺狼鼠辈 只懂得攀附强者 谋取私利 还有我们大家族灭亡的罪魁祸首 不是何一璇 不是此大家族 也不是朝廷 而是你们每一个人 不配拥有家园 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们 这些无耻的贼领 那些士兵为啥都开始站起来收拾马匹了 他们要去哪里 土玉魂突厥 或者是到废弃的驿站 等待商队的雇佣吧 没了领头人 族兵之中也没人可以服众 他们自然也没有理由 再留在这里了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当马 我阿踏 你葬到哪儿了 汪东十二里地 有个沙坡 不过我买的钱 也没工夫给的礼杯 走吧 咱们一起重新把它安葬好 若土为安是你们的习俗 买的钱 倒是更好 野狼会刨出他 老鹰会着实他 他的身子 会化作一粒粒沙子 散落在大漠的每一个角落 我阿踏不需要墓碑 我没有必要跟他告别 因为 他已经变成了这片大漠 当马 我不去承恩了 我不会 再离开我阿踏 丫头 你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 老莫把你托付给我 我就有责任照顾你 跟我走吧 欧阿踏已经死了 你的责任也解除了 王后的路 我自己来选 是生 是死 我自己决定 这位中原人说得没错 留下来的话生死难料 随军即将到来 杀戮和掠夺又要开始了 这片大漠 即将沦为无尽战乱的修罗地狱 一个人凭借自身的力量和意志 可以对抗数十人上百人 但再强的人都无力对抗实施的洪流 除非你来造一个实施 不如加入我们傭兵团吧 听说土火罗是大漠最强的佣兵 没想到 也会做朝廷的狗腿子 这只是一门生意 我们并不效忠于任何一方 我们只忠于契约 为了终于契约就可以善恶不分吗 五天之下众生皆苦 何为善何为恶 七十年前 我们帮助你们的祖先击退突厥和土余魂 那也是生意 所有的生意都是基于我们的信仰 征法与杀戮是大漠的因果轮回 每当杀劫到来时 我们便会出面将杀戮减少到最小 杀戮即是地狱 我不如地狱时入地狱 我们是守望大漠均衡的边境者 我们是破除杀业的伐者罗 我们不讲人情 也不讲血脉 我们只要强着 现在 我们选中了你 你愿意加入我们 改变大漠的轮回吗 我想要改变 我要变强 然后 改变这片大漠的轮回 随军就到了 上马吧 我们该返回吐火罗了 当马 替我向小七告别吧 相逢和离别都是你的缘分 别人谁也提不了 讨别的话还得由你自己来说 丫头是不是在望着我们 丫头 你没事吧 我们在这里 我们快上路吧 小心点 别掉下去 就这样吧 不辞而别也挺好 当马 你们也快上路吧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终有一日 我们还会再见吗 不方 这儿 丫头 丫头 我已经不再死亡了 你说得对 这世上的事 是会变的 老马 丫头她为什么不帮你问我呢 因为她有更要紧的事要办 不能离家太远 太远了 就不好回来了 那我们以后还会回来吗 你想回来吗 我想 再回来 这儿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咱们对于这片大漠而言 只是过客 拿去穿上 此人身上扒下来 总比光脚好 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吧 终于可放我走了 不过 这茫茫天地 我还能去哪儿啊 就跟你们走呗 你这女人干嘛突然跳上来 知识郎差点就摔下去了 少啰嗦 我这样的美人帮你干嘛 算便宜了 都准备好了吗 该动身了 我还藏着呢 去 刀马大哥 我们接着要去哪儿啊 进玉门关 到敦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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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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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裴副将受了重伤昏迷不行,没有性命之忧 让您受委屈了,尊敬的可汗 陪是举拜起陛下,五大家族因内乱元气大伤 大随受藩国新首领的邀请,出兵维护其安定 除此之外,还会无常扩建集市 修筑驿驿站直通张叶,让贸易更加通畅 西部诸国见到大随的威德和将士的骁勇 必将心生敬畏和向往,若盛情款待,但之以利,劝令入朝 如此一来,则魂绝可灭 再者西域一通,捉到知侍郎便只是时间问题 以上便是皇门侍郎陪是举的密罕 陪侍郎此番可谓是功绩彪柄 但陈却又一事不明 输我下去 那陪侍郡仅靠一杯茶,便将五大家族玩弄于股掌之中 如此老谋深算之人,为何却让知侍郎从他眼皮子底下跑了 陪侍郡原不过是个管理张业贸易的小角色 为了抓捕知侍郎才有幸被提为皇门侍郎 如今他以借抓知侍郎之名,全权掌管了西域事物 只要这知侍郎没抓到,他还会要更多 何东陪侍,不可信呢 哼,那真该信谁 一心服侍皇家的,只有咱宇文家 一直在你身边为你挡案件的,也只有我宇文化集 那么,如此要事,绝不能交给外人去办 知侍郎是朝廷机密建不得工 如此,那便不是江山市 而是江湖市